一本书读懂英国史 作者崔毅 第一章出版说明 面对万古江山 古人由衷地发出了深沉的感叹 其实将这两句话当作我们读史明治 明理知荣辱变化 懂圣衰起伏的切入点 无疑也是恰当的 每个国家的历史如同潺潺水波 自有其源头与去向 但当我们驻足于河畔之间 低手凝望 那水中倒影虽然波纹交错 但其面目依旧清晰 那举手投足 一贫一笑 对应于历史的启程转合 就是一幕幕跌宕起伏 显向还生 而又赋予启示的历史细节 因着这些细节 我们才能身临其境地感受 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异国变迁 让读者诸军在举一反三 静思凝想中去发现大国举起的内容 及其实质 美国何以从英国的殖民地 一步步走向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式的乐观开朗 源于怎么样的精神基因 为什么美国作为移民国家 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作者以通畅明晓的笔调 抽丝剥茧 以探究式的眼光 折射出一段充满冒险和进取的历程 日本与中国的交往远远流长 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 我们似乎很熟悉 但又似乎很陌生 既然常说同文同种 为何两国的发展大相径庭 是怎样的力量推动了日本 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 成为亚洲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在失事中国的千年间 文学、建筑、美术、佛教、服饰等等 又是以怎样的形态 对这个岛国产生了时至今日的影响 由于地缘及历史的原因 谈日本必离不开中国的立场 正因如此 探寻日本的自强之道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的发展 有着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美国也好 日本也罢 毋庸置疑 都是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 当然 环顾与内 英国、法国、德国 这些传统强国 虽然有衰退之势 但是纵观其百年间风雨变换 朝涨朝落 人们依旧不能忽视其内在的国家品格 事实上 明晰一个国家的历史严格和发展并非难事 关键在于如何从中汲取有效的养分 为我所用 以史为尽 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发扬固有的民族精神 为国家的繁荣添砖加瓦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出版了这套国别史 该套书重点向读者阐释了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等国家的兴衰、龙败 使读者能够亏其一点而知全貌 在对他国的熟悉中 明了身处于这个伟大国家的我们 该如何以奋进之精神 力行其事 正如一位学者曾经指出的 国不在大小 重在神髓 倘若读者诸君能在这套书中取得以上的收获 便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由于水平有限 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成请广大读者指证 特持会议 本一只是詐雾手指证 我们ización写的 请原点赞 订阅 归 Medley 这一方面的楽际